2019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元 连续6年保持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 消费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57.8% 拉动GDP增长了3.5个百分点 国内外局势复杂多变 风险挑战明显上升 全年货物贸易超30万亿 实际利用外资增长5.8% 内虚妄 外貌稳 动力何来 央视财经评论稍后开评 晚上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琳 今天晚上我们来关注2019年商务外贸领域的成绩单 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 一位是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 一位是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 欢迎两位 那咱们呢先一起来看一看这张成绩单上的内容 2019年消费外贸外资的质量提高规模扩大 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其中消费方面我们看到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41.2万亿元 增长了8%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高达57.8% 而且是连续6年保持了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 那外贸方面全年货物进出口是31.5万亿元 增长了3.4% 外资方面全年实际利用外资是9415亿元 增长了5.8% 新设外资企业超过了4万家 保持第二大外资流入国的地位 那今天上午在国刑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商务部的负责人详细介绍了这张成绩单上的亮点 我们先来具体了解一下 商务部负责人表示 我国消费增长主要有四个特点 一是居民严均服务性消费支出 占比45.9% 增长快于商品消费 二是乡村消费增长9% 快于城镇消费 三是食物商品网上零售8.5万亿元 增长19.5% 快于线下消费 四是化妆品类 通讯器材类等中高端商品 消费增长较快 品质化 个性化 多样化 消费增多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1.2万亿 增长8% 连续6年保持经济增长 第一拉动力 消费地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57.8% 拉动GDP增长了3.5个百分点 商务部表示 2019年多项政策措施的出台对扩大消费起到了积极作用 尤其是提升城市消费 扩大农村消费 发展服务消费 促进网上消费 成效显著 以城市步行街改造提升为例 在11条首批试点的步行街中 西安大唐不业城 杭州胡宾路等5条步行街改造完成 其他6条步行街边改造边营业 全年步行街客流量超过9亿人次 增长22.6% 营业额1251亿元 增长17% 2020年 商务部将继续抓好促消费20条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地 进一步巩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 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消费 在今天上午商务部的副部长钱克明 也是首先介绍了2019年消费增长的一些特点 我们总结了一下 比如说服务性的消费增长是快于商品消费的 乡村消费的增长是快于城镇消费的 食物商品网上零售的增长是快于线下消费的 中高端的商品消费 增速是较快的 我们也先来和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来谈一谈 关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新变化 你们有没有切身的感受 其实在十多年前 当时我们专门研究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能够让消费成为 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稳定增长的力量 因为在那个时候 投资是最重要的马车 但是投资这个内需 它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然后有时候过热有时候过冷 它不稳定 还有就是外需实际上国际市场也是波动的 而消费它是一个最稳定的力量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发达国家 还有很多G20的发展中国家 消费都是最重要的一个 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 那么中国连续六年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个背后是我们每年都在不断地扩大 社会保障覆盖面 让我们的消费者敢于消费 还有就是我们不断地增加消费者的收入 能够让他们有能力去消费 那么另外就是在中国现在人均GDP水平 不断上升的过程当中 这些居民它的消费就呈现出 比如说消费升级的趋势 还有就是消费分层的趋势 尤其是这个细分市场 就是电商商品下沉 还有农产品上行 这都使得城乡之间的消费 这个局面越来越活跃 那么下一步 我想我们通过一系列的促进消费的政策 还有很大的潜力是可以挖掘的 所以其实是结构性的变化非常的明显 对张老师更多的说的是从需求方 但是其实从供给方 你发现的也非常大的变化 这两年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 就是零售业的迭代非常的快 我觉得这一点 对于消费的这种拉动也非常的快 我们举一个例子 李子柒大家都知道 非常火的一女孩 她在国外的视频网站 有几百万的粉丝 大家都看到 她展现出来的中国文化的那一面 但是实际上 她现在是一个大型零售公司 你去她的淘宝期间店去看 她在上面卖各种的调味品 卖食品 卖艳魔 卖各种的工艺品 那么她 我们在原来看到的 她是一个视频的制作者 她是一个拍摄者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她又是一个经营者 她又是一个品牌代言人 然后她现在已经形成了 一百五十万的会员 那么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一个购买 她这样的一个把东方美学 把我们的这个田园诗画 这样的一种梦想 然后和现代的商业零售模式 结合起来 那么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案例 那这样的一个案例 其实有很多 抖音上面 快手上面 然后你完全可以说 其实它们是两个大型的零售市场 它们上面有众多的人 在上面来进行零售的行业的迭代 这样的一种变化 加上传统的这样的一些电商 和百货业的这样的一种变化 那么整个让这个行业的迭代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其实也是体现了电商经济的另外一个升级的发展 那大家在去年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还讨论过 现在到底是消费降级还是消费升级 那其实我们2019年的成绩单 已经可以印证了我们消费升级 或者说中国的这个消费内需的市场 到底有多大 那我们往后看 刚才张老师您也说到了 现在的很多因素促成了我们内需市场的这样一个旺盛 那接下来您觉得后劲还足吗 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政策也好 环境也好去支撑 其实就是中国这个大的消费市场 14亿人 而且我们现在是进入到这个中等收入阶段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世界上没有哪个市场 有这么大的人口规模 还有就是有这么大的潜力 特别是你会看到就是中国的这个消费 我们已经从过去的老三件的消费到新三件的消费 家电的消费到汽车的消费到住房的消费 这是食物这个消费的不断的上升升级 那么在服务这方面呢 我们也会看到比如说我们过去呢 可能就是一般的这种商业服务 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朝着 比如说医疗打健康的服务 我们的教育服务 然后我们的环保的服务 以及呢我们的这个金融的服务啊 都在越来越多元化 然后呢这个比重也越来越高 所以最近你看到这个服务贸易 它的这个逆差在减少 那么说明了中国现在呢 我们服务的出口能力和服务能力越来越强 那么我们国内的居民呢 其实呢现在有很多的商品和服务 它的需求在国内呢是目前得不到满足 因为你的质量和你的这个档次 不能适应现在这个国内市场的需求 那有一部分它可能就要到海外去寻找 那这就给我们下一步中国国内的企业 提供更好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更好的服务 更多元化的产品 那么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 所以促销费其实背后看到的是 我们可能接下来产业格局发生的一个积极的变化啊 那么在全球经贸增速整体放缓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2019年中国的外贸是增长了3.4% 可以说风景这边读好啊 那中国外贸进出口的韧性来自哪里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采访 2019年我国外贸进出口表现出来相当强的韧性 首先得益于减证放权 减税降费 持续优化口岸环境等一系列稳外贸政策措施 明显提振了市场和企业的信心 在大连过去出口杂粮卖不上好价格 2019年在海关的帮助下 企业建立起一整套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杂粮品质好了再加上海关简化通关流程 取消了杂粮出口的长简单 企业成本一吨就能省100元 东北的桥迈云豆燕麦 一下子打开了国际高端市场 2019年大连口岸杂粮出口量居全国第一 只要你是生产加工好的这个产品 就可以随时到我们口岸做急报急放 从我们的质量得到保证之后 我们的心理就有底了 我们的腰杆也比较硬实了 我们的质量可以比其他的兄弟国家 卖的相同的产品价格贵个30到50美金 好政策是稳定中国外贸的重要支撑 2018年以来我国多次降低进口关税 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 进出口企业申报数据 由原来的229项精简到105项 港口多项收费下调 全年为企业节约成本约18亿元 进口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分别压缩42.3% 42.4% 2019年我国营商环境跨境贸易指标 再次提高9位升至全球第56位 第二届进口博览会上 我们又宣布了继续推进扩大对外开放的新举措 再次体现了中国扩大开放的信心和决心 那么2019年我们也多次主动下调进口关税 那么中国积极扩大进口的贸易政策 对全球经济贸易增长持续注入动力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全年货物进出口的具体数据 总量是31.5万亿元 其中出口是17.2万亿元增长了5% 进口是14.3万亿元增长了1.6% 顺差2.9万亿元扩大了25% 这些数据该怎么解读 这个成绩单该怎么评价 首先我觉得2019年是一个外贸形势非常不确定 大家预期也都比较差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但是中国通过苦练内功优化我们的外贸结构 所以就是能取得一个外贸的正增长 确实是非常的难能可贵 那这个苦练内功其实是一个多种举措 共同推进本外贸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包括了比如说我们在全国各地 努力去减政放权 转变政府职能改善营商环境 也包括呢就是我们设立了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那么今年有6个省份是新增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加快那些贸易便利化的措施 改革的措施尽快去落地 那么这些措施呢 它会有效的减少外贸企业的成本 还有就是提升它的这个运营效率 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减税降费的措施 这也是有助于我们企业去更好的在全球去施展它的这个竞争力 另外就是我们金融是推出了这个就是普惠金融的政策 鼓励我们的金融机构呢去被广大的中小微的这些民营外贸企业去支持 所以呢我想呢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呢 我们这个外贸是经受住了2019年这样一个严峻的考验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这个服务贸易的逆差在持续的收窄 这个意味着什么 中国现在这个服务业的比重在GDP当中啊在不断的提升 我们现在已经提升到了53%左右 那么这个背后呢就是意味着我的服务能力在增强 我在不断的增大对海外的服务出口 特别是我们高技术服务的出口 现在是以两位数的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在增长信息服务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旅游服务 还有比如说我们的教育物流的这样的服务也都在不断的加大力度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现象呢预示着我们外贸结构呢是在不断优化的 对结构上发生的变化应该是最引人注意的 就是和前些年相比呢就是中国出口产品的多样性 然后市场的方式的多样性呢 现在呢都非常的明显发展的非常明显 比如市场呢以前呢更多的靠欧美市场 那现在呢包括东盟对于东盟的这个出口的话呢 去年增长百分之十几 那么包括在非洲啊在其他的全世界各地的话呢 你会都发现呢都中国产品的话能够找到它的市场 你在刚刚结束的美国的拉斯维加斯的CIS上面 能看到呢就是大量的中国企业 能够携带非常高端的这样电子产品 那么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展览领域 它的目的是什么 打开全球的市场 另外呢还有很多的企业 比如说它在通过对国外的一些工业设备的一些总承包 然后呢也把很多国内的机电产品呢 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带到国外 所以呢就已经不再是一个过去的话呢 我们参加个广交会 然后大家来点订单 它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个模式了 它做生意的模式和产品的方式的话呢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多样性的一个时代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那最后咱们再来看看外资方面的变化啊 谈到外资我们就要提到美国电动车企业特斯拉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啊 不久前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正式交付了最新款的Model 3的量产车型 这是怎样的一种中国速度 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位于上海临港产业区占地86万平米 即研发制造销售等功能于一体 规划年产50万辆纯电动整车 2018年7月特斯拉与上海市政府签约独资建厂 这是上海有史以来最大的外资制造业项目 也是特斯拉在美国之外建设的首个超级工厂 特斯拉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目前是达到了五个月 就完成了整个的一个审批 这么实现了从当年签约到当年拿地到当年开工 这样的一个五个月之间全部完成 项目建设期间上海还为特斯拉超前布局了电力燃气等配套设施 移工融资支持签约仅半年后2019年1月7号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破土动工 当年6月厂房基本建成生产设备进场安装 10月便开始试生产 首台试装车成功下线 今年1月7号在开工一整年之际 特斯拉宣布正式对外交付中国制造的Model 3 未来特斯拉的另一车型Model Y也将在此投产 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汽车也有望返销海外 从建厂到量产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中国速度 我们如果要总结2019年经济发展的关键词 对外开放一定是其中一个 尤其是下半年我们看到各种吸引外资 对外开放在各个领域这些政策都在频频推出 尤其像特斯拉这样 它的这样投资总额超过1亿美元的项目 我们看到是超过了800个 我们再来说说你们看到的外资领域 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新变化 我觉得总体上来讲 如果说在比如说二三十年前 外资在中国70%都是投到制造业 而且是加工组装为主要的制造业 30%在服务业 但是现在这个结构已经逆转了 就是随着中国的转型升级 我们现在在自贸试验区当中 源源不断地迎来的都是高附加值的制造业 高附加值的服务业 那特斯拉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 所以现在制造业就是高技术产业 已经占到了35%左右 那么服务业占比大概是65%左右 其实在18年19年 中美贸易战打得最热的时候 很多企业其实不是说 我一定要再待在中国的 其实它有的是考虑到这种风险性的 它是想走的 但是我了解的情况 有很多企业到国外去调查一圈以后 到最后觉得还是在中国的 就投资的这种回报的性价比 没有办法取代 我就在湖北 去年年中的时候 有一家原来是在苏州的 台湾企业 然后他就要在湖北 这个一个内陆的这样的一个市 要新建一个电子配套企业 那当时我就问他 他给我的就是这个答案 我其实都考察了 所有的 越南也好 美国也好 那么凡是 如果要是到那些营商环境特别好的 特别规范的地方 成本就非常高 那反过来呢 如果要我去一些比较便宜的地方 人力资源比较便宜的地方 土地比较便宜的地方呢 那他的营商环境和其他的呢 那肯定是跟不上 所以一算这个性价比 没有办法 只有在中国才能找到这么好的配套 这么好的营商环境 的确我们要说说中国的这个吸引力 刚才您说了 外贸成绩是得之不易的 而这个外资的成绩 其实也是难能可贵的 首先它是一个逆势增长 其次这个逆势增长 是在全球这个投资环境比较低迷 而且各国在竞争着吸引外资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取得的 所以中国的吸引力除了我们所知道的市场这么大 机会这么多之外 还有哪些 其实我们今年是发布了新的外商投资法和条例 那么外资在中国的利益是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 这让他们吃了定心丸 那么另外呢 外商看好中国除了大市场以外啊 中国呢 这个基础设施是非常完善的 那么它就是我们吸引外资是靠系统性的优势 比如说我的基础设施的优势啊 高铁的网络 还有我们高速公路的网络 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办法比的 营商的环境效率会很高 然后我的人才 高端 中端和低端的人才 我是都可以提供配置的 特别重要的是我产业的配套能力 也就是从低端到中端到高端 全产业链的体系 那么这就使得中国现在呢 在全球30%的制造业的附加值发生在中国 而美国只有15% 那么印度和越南呢还在5%以下 所以呢应该说在中短期之内 我想呢中国对外资这种吸引力 仍然会持续的上升 而且尤其是我们看到了营商环境在不断地改善 去年试行这个报告中 中国的营商环境又有大幅的提高 这也是对外资的一个软性的吸引力所在啊 让大家可以踏踏实实在这儿营商 那我们到底怎么看待2019年的商务外贸领域的成绩单广告之后 节目继续 欢迎回来我是张琳 今天我们书里解读了商务部最新发布的2019商务运行的成绩单 一个关键词总结的话 那就是逆势增长 那昨天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在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 将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是上调到了6% 而对于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期却是下调到了3.3% 所以说新的一年 我们相信中国仍然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两位嘉宾的参与 请大家继续关注财经频道其他精彩节目 明天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